一口气看完明朝十大历史事件 第一件 明初四大案 它绝对是中国历代王朝史上最恐怖的一次开国功臣大清洗事件 更是震惊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惨案 发动者简直就是到了残暴不仁的地步 诛杀人数直接超过了十万余人 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胡维庸案件 他以王法乌贤善权王法杜害政治等罪名将左城向胡维庸出死 连同其党与陈宁和图杰等 甚至连家人都在其中 案件更是因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而迟迟不能结案 导致明朝上下一度陷入恐慌之中 公元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空印案 如果说胡维庸案件是胡维庸集其党与自作自受的结果 那么空印案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故意为之的案件 明太祖朱元璋仅因地方上缴纳的税务和文书不相同 竟在不查明真相的情况下 直接以官员相互勾结的罪名诛杀了百余位官员 这一案件堪称官场界的斗鹅渊 公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郭恒案 郭恒因挪用公款涉案金额巨大被诛杀 这一案件因对当时社会经济影响深远而备受瞩目 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兰玉案 前后共诛杀了15000名开国功臣 开国功力擅长和大将王帝皆死于此案 第二件静难之意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史上最惊艳四座的一次夺帝之政 也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最动荡不安的一场政治浩劫 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最负盛名的历史事件 公元1399年 燕王朱棣在屡次遭受建文帝朱允文削帆政策的打压后 直接以清军侧境内难的名义 发动了震惊明朝上下的殊职夺帝之争及境难之一 战争长达四年之久 其中受害人数高达五十万余人 特别是建文帝朱允文的部队 死亡人数直接达到了五十万人 而燕王朱棣则以几万人马的伤亡结束了战争 最终于公元1402年进驻南京 并于同年登基称帝视为明成族 自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三位皇帝 同时开创了万国来朝的永乐盛事 第三件 郑和下西洋 谁也没想到在欧洲还被发现新大陆之前 世界上最庞大的航海团队 竟是我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舰队 公元1405年 明成祖朱棣首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队下西洋 此次出行明朝舰队收获破风 郑和团队首先在途经三佛旗旧港市 擒获了当地海盗陈祖义 这不仅为当地解决了海盗之患 还促成了明朝与当地王国建立密切的经济来往 公元1407年郑和再次奉命出发 先后访问了现今越南和泰国及苏门达腊岛等地 并在到达西兰时 向当地有关佛寺提供了金银和丝卷相邮等 公元1409年郑和三下西洋 此次出行规模非常大 人数竟达到了两万七千多人 郑和舰队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各地 为进一步提高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威信奠定了基础 公元1412年至公元1430年 郑和先后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 这不仅为大明帝国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还推动了明朝繁荣的海上贸易 尽管后来明朝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却仍在今天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件 王振善政 如果说明朝历史上宦官专政有排名 那么王振一定要排第一 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病逝 十年九岁的朱祁镇登基为帝视为明英宗 四里间王振趁新帝年幼便动了不轨之心 同年王振擅自更改又为指挥千世纪广为都督千世 自此他善权之心便一发不可收拾 好在此时朝堂上还有太皇太后张氏坐镇 王振善权的行为才得以控制 但到了公元1442年后 随着太皇太后张氏的去世 王振便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公元1443年汉林院侍奖刘求上书名英宗 要求对待作官考核应当严可 同时还要整顿军纪以备不实之序 结果没过几天 刘求就无缘无故被捕入狱 虽然朝堂上下对此事都心知肚明 但却无一人赶出来为琉球求情 因为此时的朝堂已是王振一人的天下 而明英宗朱祁镇又十分偏袒王振 最终导致明朝政治日益腐败 一直到公元1449年时王振被杀后 明朝政治才恢复了正常 第五件土木铺之变 这绝对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事件 简直堪称皇帝界最惨的反面教材 公元1449年北方瓦剌也先率军进犯大明 此时正值宦官王振专权 他为了邀功封赏 直接教唆年少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 御驾亲征 明英宗朱祁镇一边急于求成 一边忙于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便在王振的教唆下草率出兵 不料刚到战场不久 就因为常年不练兵被瓦剌打得惨不忍睹 仅出兵半个月明军五十万大军就折损过半 明英宗朱祁镇见状只能下令撤兵 可当明军撤到土木铺时 竟被瓦剌也先部队派来的追兵抓了个正着 当天夜里明军众多将领被杀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至此大王明朝由盛转衰 第六件夺门之变 它绝对是中国历代王朝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同时也是明朝历史上 自靖南之意后又一个震惊朝堂的事迹 公元1449年土木铺之变后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在大明帝国群龙无首之际 于谦等大臣将朱祁玉推上皇位视为明景帝 但明景帝朱祁玉皇位刚坐着 流血瓦剌的朱祁镇就被释放了 可这时的朱祁玉却不愿让位 于是他直接将朱祁镇囚禁在了南宫中 可即便如此朱祁玉还是被推下台了 公元1457年以石亨徐友真为首的明军将领 直接闯入南宫将朱祁镇救了出来 随后于童年拥立朱祁镇复位 不久后朱祁玉在宫中离其死亡 于谦也被下雨诛杀 至此夺门之变宣布结束 第七件 龙庆合议 谁能想到打了200多年的名吗 竟迎来了历史性的合议 有人说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最失败的君王 也有人称这是修仙皇帝明目宗珠 载记不可多得的大作为 公元1534年蒙古首领安达汉为解决蒙古经济供需问题 主动向明朝提出了护士贸易的意愿 但因当时的统治者怕土木铺之变重演 所以直接拒绝了蒙古的求和 最终导致更需之变的发生 明蒙双方更是打了十多年的战争都未分胜负 一直到公元1567年时朱祁记登基后 急需摆脱供需困难的蒙古才又抛来了一盒的橄榄枝 朱载记虽然是个耗死皇帝 但却有着非常高的政治元件 于是在朱载记的推动下很快并促成了明蒙合意 最终为明朝和蒙古换来了长达77年的和平 第八件 张居正改革 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最强首辅 既能在腐朽堕落的明朝政坛上杀出重围 又能让日渐没落的王朝实现起死回生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大明史上最强的救世主了 公元1572年在明朝政治最灰暗的时刻 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一职 他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土地问题上 张居正采取了一条编法 从朝中大臣和众多豪强势力手中 收回了大量被兼并的土地 与此同时还收回了大量权贵巨角的赋税 这让腐败已久的明朝政坛终于有了明显的好转 此外张居正还重用众多有才能的将领首位明朝江山 抗窝英雄七纪光正是在张居正的保驾护航下 才得以安心在战场上创下百战百胜的成绩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使明朝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 但在张居正死后 他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以延续 最终因统治者的贪图享受 加快了大明帝国灭亡的速度 第九件 萨尔虎之战 这绝对是明朝历史上所有战役中输的最惨的一字 它甚至比土木铺之变更让人愤愤不平 有人甚至为此发出感慨 如果萨尔虎之战不输 明朝起码还能创下三百年历史 公元1619年明朝集结二十万精兵 同时联合朝鲜方面部队 直接让参战士兵人数达到了四十几万 明军雄师进逼辽东目标直指后金努尔哈赤的部队 明军人数众多似乎胜利势在必得 可谁承想当双方在萨尔虎交战时 明军竟被努尔哈赤手上仅有的十万兵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明军伤亡惨重大半而逃 而这关键的一战也成为了明朝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挣扎 萨尔虎之战后明军一蹶不振 大明王朝各方面的实力也直线下降 明朝最终于二十五年后被清朝取代 第十件 天气大爆炸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至今未解的一大自然灾害事件 它让两万余人白白送命 更是直接吓死了当时的皇太子 公元1626年北京城上空气象一场 此时皇城上下正一片安静 随后一颗巨大火球突然腾空而起 紧接着一声巨响 火球在空中爆炸 直接将两万多人炸成粉末 还在紫禁城内施工的工匠直接被震下 两千人瞬间摔成了肉泥 连同等待皇帝的大象都被吓得满街乱窜 最终导致北京城内百姓死伤者无数 更是闹得皇城上下人心惶惶 然而这样一件伤害性极大影响范围极广的事件 却至今都没有查明真相 因此天气大爆炸也与3600多年前 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 以及1908年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 并成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